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猩猩的新作物 巨蟹座是一个温柔敏感的新作 它们通常以家庭为重 情感细腻 对于分手这个话题 它们可能会有一些犹豫和不确定 那么 当巨蟹座说分手时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首先 我们需要了解巨蟹座的性格特点 巨蟹座在爱情中非常珍惜感情 并且倾向于长久稳定的关系 它们很容易陷入依赖对方的状态 并且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安全稳定的家庭环境 因此 在平时与伴侣相处时 巨蟹座通常会表现得非常温柔体贴 关心被指 然而 在一段感情出现问题或者遇到困难时 巨蟹座可能会变得更加敏感和容易受伤 它们很难面对冲突和痛苦 并且倾向于逃避问题而不是直面它们 因此 在一些困难时期或者争吵过后 巨蟹座可能会说出分手这样的话语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并不代表巨蟹座真正想要结束这段感情 它们可能说出分手这样的话语 是因为情绪上的冲动和痛苦 而不是真实的意愿 巨蟹座往往会后悔自己说出分手的话 因为它们内心深处还是希望能够修复关系 并且回到过去那个温馨幸福的状态 所以当巨蟹座说分手时 我们不能轻易相信它们的话 我们需要给予它们一些时间和空间来冷静思考 并且坦诚地沟通彼此之间的问题和困扰 巨蟹座需要感受到伴侣对它们的理解和支持 才能够重新建立起信任和稳定 当然并不是所有巨蟹座说分手都是虚张声势 有时候巨蟹座可能真正认为分手是最好的选择 并且已经经过深思熟虑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尊重它们的决定 并且给予彼此足够的时间去接受和适应这个改变 总之 在面对巨蟹座说分手这样的情况时 我们需要保持理智并且多与其进行沟通 不要轻易相信它们的话语 也不要过于激动和冲动 即使彼此一些时间和空间来冷静思考和处理问题 或许能够重新修复关系并且找回曾经的幸福 最后 无论是巨蟹座还是其他新作 在面对分手这个话题时都需要谨慎行事 爱情是一种珍贵的情感 我们应该用心去呵护并且尊重对方的感受 只有通过坦诚沟通和相互理解 才能够建立起稳定健康而持久的关系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